大家好,我是小朋友 今天教你用烘热 做热的发生 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 我有一个视频 教你们不可以用大烘热 那种大烘热 它是用铁发热的 所以很危险很危险的 我请你们注意 留意一下看 以前我买的,我已经丢了 不敢用了 我已经做了视频 几年了 我觉得安全就比较重要 因为我整天没有用烘烘热 因为烘烘热 烘烘热是用玻璃管 玻璃管 它没有跟电 完全绝缘的 所以很安全,我用了自信念 所以说 今天为什么我做一个视频 告诉你,怎么做露迪伯达 因为露迪伯达 我现在厌到 你吃完大便 摸个屁股 哎哟,等一会儿要弄给你们吃 我就不敢吃 现在你吃一百个都不怕 看我怎么做 不用长期 OK 首先呢,就剪你 拿去 露点滚 然后呢 拿一个包子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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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冰室有两个雪藏鱼 鱼 鱼 所以 为什么我一天租呢 你们提走 沙子 如果你不提走 冰室拿去空 要撕上来 哇 真的得人惊啊 嗯 我也感谢 那个做已经做好了 OK 包好来了 等下我 我来煮 尽量 尽量 包住它的水分 嗯 看到这里了 我刚刚 就是那边拿过来的了 我现在点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口感很热很热很热 很热很热 OK 因为呢 我怕它 不小心就开了 没关系 我已经做了了 嗯 这个呢 因为我有两个空脑 知道啊 带空脑是用铁的罐 不安全的 我这个小小的小空脑 用玻璃罐的 绝对安全的 因为 玻璃罐呢 你怎么打开来 怎么转都没关系 但是呢 那种铁的 发液罐呢 很危险的 如果你的铁盆呢 那个盆子铁的 不小心烘在后面 唉 唉 分分钟电视啊 你看啊 我这个人做了 很安全 所以 你看 我现在就继续烘了 这个小空脑已经烘了 这个呢 我准备来切的了 那 这个呢 我准备来切的了 好像印度人 你知道 切完大便 所以我不感觉 所以我不感觉 会面切 嗯 那这个 我已经烘好了 你看 鼻鼻子 完全不需要 动到手里 好像印度人 哎呀 不需要 所以人家 喜欢 啊 新加坡 我们的 喜欢 咖喱啊 啊 什么什么都有 只不过我不喜欢 因为 咖喱比较软 我喜欢脆脆的 完全这样吃就OK了 看美工理人 我示范给你看 怎么做出来 这个已经 在这里租了 你看 你看 哈 因为 因为 我以前有做过视频的 以前用gat租的 完全不一样 因为 我以前 我都以为要吃 不输 不输 因为这个呢 鱼子很喜欢空间 对着 鱼子很喜欢空间 不需要 红眼包 放多点油 就可以 啊 我思望 这商家将来 会 第三呢 就弹自己 你们买 我没有 我没有认识商家 我没有得跟他联络 真的很好 这个 它是 是 产氓的 刚刚 适合的时候 我用了很多年,很心愿 等一会儿你不小心就烘烤了 所以你的时间要烘烤得更好 你看,没有怎么烤,没关系 当它一烤,快点拿过来 等一会儿烤了就没得吃 那我怎么烘烤它 其实很简单 首先,你先放一个盘子 然后就放油 油就最简厉了 等一会儿拿出来,里面没有油 没关系,烧烘的盘子先 然后就放油 最重要的东西,我不怕最甜 我这个烘烤了 因为我时间搞得很好 如果你时间太久,就会变稀释 所以你烘烤的时间也晚了 如果有两个烘烤,最后 其他其他其他,这个不用开垫 这个开垫,就撞过来撞出 那就比较很适合它 所以我有我自己的idea 已经很聪明了 OK 这个我觉得它是刚刚好 所以我觉得 真的,真的,我试过 家人的料理 你当它没有料理 它就会变成一个稀释 所以我遇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先拿上来 然后拿上来,先给它滚 然后呢 我选这个稀释 选这个稀释 OK 我选这个稀释 选这个稀释 选这个稀释 我用另外一个 这些时间,你不要放那么久 控制的时间 差不多 这个可以了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稀释 主要呢 我就两个时候烘烤 没关系 我弄这个稀释 因为它有液的 这个稀释 我用这个稀释 这个稀释 这个稀释 其实跟烘面包 和烘面包 也是同一个兜里的 所以它只不过呢 它就比较 这个大厨师浇我的 你不要以为我自己发明的 我没有这个本事 是大厨师浇我的 那么 这个稀释了 OK 你一定要这样 每一段的筷子 都没得切 没得切 因为我们试过嘛 所以我自己想 我加上大厨师浇我的 哇 好滑滑 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 五一砂 五一砂 五一砂之后 已经够液了 没关系 我放上厨师浇 来开椰 开到这里 它 这样有了 OK 所以有两个空路 就比较快 那这个空路呢 我怕它就扔三张了 但是没关系 所以你捉到什么指甲呢 所以 最重要你能够捉到一种指甲的指甲 这个呢 我告诉你 这个是满液的 满液的满烧的 没关系 这种炸鱼呢 这种这样的炸鱼呢 这种这样的炸鱼呢 这种这样的炸鱼 用同一个方法 这种是鱼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没办法了 一时鱼嘛 这是非常鱼来的 非常鱼 非常鱼 它点冬后 我们可以一时鱼 没有办法 除非你很多鱼 然后 然后 如果你冰状拿出来 根本就说了 它会放在冰状拿出来 冰状拿出来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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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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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就读一圈啦,其他留一点空气就出来了 因为烘焙时间蛮很好,要不然等一下稀凉就成结果 因为我不小心就看,因为我第一次烘焙,所以以前烘焙就不值得了 所以我第一次烘焙稀凉了 没有啊,对不对,好吃啊,对不对 因为结果其实跟烘面包没有两样一样的 所以我就喜欢这样切,不喜欢咖喱什么什么,不好吃 我喜欢切脆脆的,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脆脆的,很好吃,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看这个,已经烘得这样了,你看 我再扔一扇 其实沙爹不是那么稀,我就不想扔一扇 因为它很圆,其他,尽量烘焙一点点 反而这个是啟尔切,只不过是比较不好看 吃起来,尽量烘焙,看你的视频 有些女人,我喜欢稀稀一点,等着一点奶出来 所以我等这个烘焙了之后,我就就算烘焙了 所以我的时间控制得很稀 因为你的时间捉得很好,你可以很快弄得来切 我觉得啟尔变了,可以变了 我现在扁给你看 扁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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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准它 穿了,刺破冻了,它的空气 不会盘胀,盘得这么厉害 慢慢盘胀它 因为我教的时候蛮好想的 你看这里 盘子叶得你不需要最开 所以这样也蛮重要 就是这个 因为它烘焙在这里没有 如果你不加直 它很容易 很容易 一碎 如果你烘焙的东西,如果有水蒸翅 水蒸翅的 变成它的漏罪里面 非常质罪里面 它就会刮掉 所以我很安全 不管你烘什么 吃什么,又没有水蒸翅 我都要照着这个方法 你看,我很厉害 你为什么要白色 因为这种 它没有明显 看不清楚 所以我给自己的 增加自己的安全 快捷 让自己的指甲油 叶一刷,叶一刷 你看 为什么我跟人家本人 就是我很喜欢 方便自己做的东西 令自己很快做的话 一个人 哎,什么都要打扎的 我们 OK 这个 应该差不多了 我时间控制得很好了 我现在订不订都没关系 最重要呢 你就控制个市甲油摊 我控制这个几年摊 控制几年摊 控制几年摊 我应该就成功了 为什么很重要 我告诉你 因为我想 浪平这段市甲油摊 没关系 这个我看你们很重要 这个你拿来 用带胸脯 是用铁的 发液滚的 你就准备掉了 如果你们 有小小的豆 小小的豆 就高了 因为我们的冷却也是小 如果你有地方 你就多放两个空炉 如果没有地方 我也没有办法 你看 筷子比较好 筷子熬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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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筷子熬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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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熬断